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成圣之道 我特别问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是免费送你的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可以来信向我索取 那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 希望你记住了 我们研究正算 我们今天首先要结束上一讲的主题 也就是为什么你有一个身体 那么上一讲我们谈到了神精心 创造了我们的身体 那是因为他想要与人同住 他不住我们人手所造的殿 我们的身体才是神的殿 神在造人的身体的时候啊 就考虑到这一点了 神的灵住在信徒的身体当中 把它当作是神的殿 那因此呢 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来荣耀神了 我们也开始看神对我们身体的供应 那首先 使耶稣复活的那同一位圣灵 也住在我们身体里头 因为圣灵的进驻 给我们身体赋予新的生命 那就是为什么他要住在人身体里头的缘故了 神为我们身体预备另外一种的供应 那就是他以他的话语来医治我们 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大供应了 那么我们就此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那许多听众弟兄姊妹 也许已经听过我曾经的说过的一个见证 那就是真言书的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经文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那我的问题是我原来是学过哲学的 每一次我听到医治的两个字呢 我只以为它是意味着属灵的医治 神不会关心我这个肉体的 他只是关心我的灵魂嘛 那有一个初心的人 当他看到医治全体的良药 这段话的时候呢 就把全体当作身体来解释了 那因此啊 他就借着神的话语 神为我们的肉身提供了健康 当他看到圣经说 神提供了医治我全体的良药时 他就把圣经当作药一样的 每天服三次 三顿饭之后啊 就服用 也就是啊 每天起码要看三次的圣经 结果神的这个良药 真的把它医治好了 那么在下一节 就是真言书的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了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那括弧里头这么说的 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由于你生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自你的心里头的 对不对 那就是指啊 人心灵的深处了 不是指我们心脏这个肉体的器官 不是的 这是一切的源头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那是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到十二节 经文说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好了 你要注意啊 那不是说你复活的身体啊 而是说耶稣的生命不但是在那里 而且是要显扬出来的 他的存在 要让人看见 借着他促成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必须要背负主耶稣的死 你必须活在十字架的影子底下 明白是耶稣带走了你的罪啊 你的痛苦 你的软弱 你的罪疚 都因耶稣基督的时间而死啊 把他带走了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 你就活过来 如果你想把生命带给别人 那么你必须啊 自己先处死那个救人 有人说是老我 没关系 救人也好 老我都好 都是那个人 那个死的 为耶稣的生命就打开了通道 可以在你的肉身当中啊 显扬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这一点呢 但是我发现在侍奉的时候啊 越是不方便 越是有难处 但是只要你不放弃 你不要放弃神 那么神就越祝福你了 我们来看一件非常实际的事 你对你自己身体负有什么责任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 经文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我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好了 这是祭司一般的侍奉啊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 把他放在侍奉的神的面前 也就是放在祭坛上 为什么他说是活祭呢 因为在旧约啊 献祭的祭生是要被杀死的 然后才放在祭坛上的 但是在新月里头呢 到了新月了 我们的身体是活着放在祭坛上的 当你把它放在祭坛上之后 于是你的身体啊 就不再属于你了 一旦一个人把一只羊 或者一只牛 或者其他的一些祭生啊 放在了祭坛上之后啊 于是这个祭生 这个祭物就不是属于他的了 神带走了 他的拥有权了 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啊 他也带走了我们的责任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反应 那么第二个回应呢 是每一个人让圣灵充满 当撒玛利亚人转向神 相信福音 借着腓力的事工受洗之后 那使徒们就拆迁彼得去为他们祷告 使他们好受圣灵啊 早期教会从不满足于使人得救 得医治受水洗 也可以说受洗礼吧 而且还要坚持他们 也要受圣灵的 圣灵住在教会的全体当中啊 那么你的责任是个别的 把你的身体当作电 献给神了 里面充满的就是流露出来的 有了超自然的内部的充满 就会有超自然的外面的流露 好了 接着下来了 你要做的第三件事 就是要把你的肢体献上给神 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那经文说 可见呢 你把你的肢体 肉身的肢体献给神 你说 神啊 你使用他吧 当然了 圣灵的喜啊 就意味着让神掌管一个 很难掌管的肢体 也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小 最小的肢体 舌头 我们的舌头 然后我们还要使电保持圣洁啊 好 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六章 十三节和十八节 我们也当读出 帖萨诺利加前书的第四章 其中的一些经文吧 我们先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六章 十三节 那经文中说 食物是为度妇 度妇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那今天这个时代呀 有些人很时髦 讲什么 讲试婚 讲试婚 但是神却不改变 他的底线的 身体不是用来试婚的 身体是为了神的 主也是为了身体 这是不是很美好呢 你看呢 如果你把身体献给神 那么主也是为你的身体的了 好我们然后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了 经文中文说 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你看呢 保罗是非常实际具体的 对不对啊 许多伦听了这个话以后啊 就为人为这是意味着你会得艾滋病啦 或者得性病啦 也可能是啊 但却意味着是更多的一些事情 它意味着当你犯奸淫的时候啊 你会使你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的危险 我知道有些曾经跌倒的一些基督徒啊 他光是去寻求医生 医治他的身体的疾病 但是主要的根源却是他的罪 奸淫的罪 在许多的场合底下 神要求人来到问题的根源啊 悔改并且要改正过来 然后才能够领受神的医治的 好了 最后一点 那就是保持殿有良好的状态 也就是保持我们身体有良好的状态了 你要负责任的 你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呢 你的身体 还是你的车子房子股票 珠宝呢 许多基督徒更多的关心属物质的东西 把物质看得比身体更重要了 那是非常愚蠢的了 如果物质坏了或是毁了 你还可以再买嘛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毁了坏了的话 就没有回头路走了 好了 接着下来我们会用更多点时间来谈谈关心你的身体 我受过多年的教育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给我上过一堂课讲一讲 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内容的 那人们总是以为身体那反正就在这儿摆着了吗 他会正常工作的 在我们开始新的一讲之前呢 我们要一起来就此做一个宣告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说这段话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已经有耶稣的宝血得数了 洁净成圣了 我的肢体 我的身体上的各个部位都是义的器皿 献给神侍奉他 为了他的荣耀 魔鬼在我身上没有未知 没有能力 没有可知识的东西 一切都有耶稣的宝血把账目给一笔勾销了 我借着羔羊的血和我的见证胜过撒旦 我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的身体是为主使用的 主也保守我的身体 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同 如果你真的相信所说的话 你就应该要感谢主了 你不可作别的什么 这样的宣告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妨再重复一遍 那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念一遍 好不好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已经由耶稣的宝血得数 洁净成圣了 我的肢体 我身体上的各个部位都是义的器皿 献给神侍奉他 为了他的荣耀 魔鬼在我身上没有位置 没有能力 没有可知识的东西 一切都有耶稣的宝血 把账目给勾销了 我借着羔羊的血和我的见证 胜过撒旦 我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的身体是为主使用的 主也保守我的身体 好了 那接着下来 我们就就我是谁 这一个系列的大的主题的最后一讲了 接着下来这个题目是 人生运程的高峰 人生运程的高峰 如果你考虑一下圣经的话 神是很有戏剧感的 那是想想圣经当中戏剧化的一些事件吧 想想以利亚挑战巴黎的先知们 神以火来回应祷告 证实自己是神这个事实 那么巴黎的先知呢 整天用尽了所有的巫术啊 却得不到结果 后来到了晚上了 以利亚走在前面 他上前去了 走过去 摆正了祭坛 三次把水倒进去了 使他不能够燃烧 那然后啊 火又降了下来哦 所有的人都扑倒在地哦 扑扑在地哦 那是一场戏剧一样的 以高潮结束的 好 我们再想想 主耶稣事工当中的一些场景吧 当他站在死了四天的拉撒路的坟墓前说 拉撒路起来 不过一刻 原来是尸体拉撒路 脸上身上仍然是残葛着一些布 于是他就走出来了 你能想象比这更戏剧化的事情吗 我们再想一想复活的场景 妇人们来到耶稣的坟墓前 发现坟墓是空的 那么其余的人呢 都走开了 只有莫达拉的玛利亚留在那 也许是因为玛利亚是爱主最深的 他无法舍得走开啊 每当想起这一点呢 我总是流泪的 玛利亚转过头来 看见一个人影 他不想再看了 以为只是管目的的一个人呢 他只是说啊 如果你把他带走了的话 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去了 那个人却说 玛利亚 他说 拉比 耶稣没有直接离开 到天上的父神那里去 他深知玛利亚心中的痛苦 主等在那儿来安慰他呀 圣经简直就充满了戏剧性啊 那同样的 神一定会以戏剧化的方式 结束这个世代的 他将是一场交响乐 天上地下都要参加这场交响乐 等到高阳 婚曲的研习的时候 圣经上说啊 天上地下每一位都要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因为高阳的婚言时候到了 那所以啊 不要以为这个世代会很枯燥的结束的 到时候啊 你一定会很惊讶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的 当神结束这个世代的时候 人的救赎就已经完全了 包括了我们的灵魂体的完全得赎啊 人的救赎在身体还没有得赎之前是不完全的 那可见呢 基督徒生命的结局不是上天堂 而是等我们的灵魂体合一起来成为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 那才是结局啊 那正是我们渴望等待的结局 如果你只想去到天堂 你还没有看到旅程的终点呢 好 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当中写的一段话 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四节 经文说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愤奴 我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那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所以得着我的 或做我所要得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好了 你看到没有 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姿势想到上天堂 你的灵魂不错会上天堂 但是身体却依旧在坟墓里头 那不是结局 结局是当你的身体得熟 完成的时候 灵魂体又重新的联合在一个融美的身体里头 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来说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你看到没有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不是在天堂 而是复活 为了成全这一系列的讲题 我就要重复一些在其他讲题当中 曾经提到过的一些内容 这不只是单单的是重复了 而是彼此的鼓励 特别是主的日子已经很宁静了 好 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 一共有两大复活 第一的复活已经发生过了 是耶稣的复活 那另外还有真信徒的复活 和其余的死人复活 但是保罗这个地方是在讲我们的复活 不是指所有死人的复活 而是真信徒的复活 好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二十章五到六节吧 经文这么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啊 你看啊 你想这是多么有福 多么圣洁的人啊 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呢 圣经当中给了许多复活的美妙的图画 最精彩之一呢 是在帖撒罗里加前书 第四章里头 那其实复活或者主的再来啊 本来就是帖撒罗里加前后书 两书的主题啊 帖撒罗里加前书四章十五节开始 保罗说出了一个启示 是由神的灵超自然的让他知道的 不是单靠推理的 甚至不是学习就有圣经就可以得到的 好我们来看看 帖撒罗里加前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 经文说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我们注意了啊 劝慰这个词啊 是圣灵称号的用词之一啊 有两种含义的 如果人们伤心 情绪低沉 那就使他们高兴起来 那如果人是懒惰 背道 就去激励他们 那这两方面都是圣灵的事工 所以圣经说啊 我们当用这个启示彼此的劝慰 互相鼓励 那么弟兄姊妹 在你的教会当中 有没有这个信息的 劝慰鼓励的信息教导呢 这是今天不少教会里头 都比较欠缺的一方面了 那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 你有没有劝慰和鼓励的信息 讲给会众听呢 让我们看一些令人很激动的细节 那首先主要再来 你能就此说阿门吗 他要亲自的再来啊 好我们再看一些经文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三节六节 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呀 在与门徒告别的时候 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很简单啊 连孩子都懂得的 主会再来 你真的相信吗 我也告诉你 我是真相信的 然后是天使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九到十一节的见证 耶稣站在云里 往上升了 使徒站在那儿 抬着头看 是不是能想多看主一眼呢 在他们仰头向天看的时候 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身旁边 他们是天使哦 就说了 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儿往上看了 因为那不是结局 他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十一节那儿说 加利利人呐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生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那留意了啊 天使特别强调主要亲自的再来 这同一位耶稣啊 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再回来啊 他怎么样离开的 要怎么样的再回来 他离开时候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那第一 他在云里离开的 他再来也是在云里回来的 第二 他从橄榄山离去的 他也要从橄榄山再回来 那正是他再降临的地方了 好 我们再看一段圣经 铁撒罗利加前书的四章十六节 经文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看到了吧 耶稣说 我 天使说 这同一位耶稣 保罗说 主必亲自 圣经很小心的强调 这不只是不同的世代 而是神的儿子 必须要亲自以荣耀和能力的再来呀 你看啊 这戏剧般的事件 有三大响声 第一是主的呼叫 第二是天使长的声音 和第三 神的号 我们都看过了 好了 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得到帮助吧 最后 如果你想得到圣经自修课程 这本小册的话 欢迎来信给我叶光明缩取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